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学生更多的广泛的知识 基础还是一个造人的教育 就是全人教育或者是博雅教育的基础 第二个是它需要有公民的核心能力 知识的体系或者是知识的功能 它必须要放到人的日常生活里面 实践的脉络才有可能重新去确认 这个知识的珍惜意义 所以这门课的设计基本上是 有没有可能让知识理论的系统 去跟它的生活实践去做一个联动的勾集 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不可能是自己蹦出来的 我们所有的知识学习大概都是外来的 那这些外来的就会形成是一个枷锁 所以你要能够做独立思考 你要能够批判思考 必须从这些被框置而不自觉的枷锁里面挣脱出来 这个课其实最大的特质在这里 行动 它必须透过一些情境的营造 亲自的接触 还是回到整个主轴 不认识就不爱 那你要去爱人 爱人是透过服务 或者是爱人是透过行动 所以当你去关怀到弱势 关怀到社会的偏见 或带给他们这些的不平等的待遇 你才会发自内心去改变 除了老师的讲授之外 其实资料就是采用自主学习的方式 第二部分就是用分组去讨论 比如说倡议议题的讨论 企划书的构想或者是发想 在这门课里面 我比较给的是自主学习面 也就是这两块 我们去减少老师的纯粹讲授的部分 以我自己课程的发展 第一个当然一开始就是单一课程 不说得算 我自己规划 我自己操作 比较属于是独白的模式 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讲 然后我一个人负全责 开始转变就是 必须做一个有机的整合 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让老师共受 所以那时候刚好 文早有一个机会 二级四门课 那我们干脆就把它变成一大门课而已 那一大门课虽然挂在四个老师 但是我们那一个上课时间就四个都在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哪些先辈知识是你闲还是我闲就可以对比出来 所以其实是四门课八学分 大概run了四年 这个时期过了之后我们就催生了弹性学分办法 就是有微型课程一学分的嘛 有三到四学分以上的所谓升晚课程 那也run了三四年 通试每一群就两学分嘛 所以你会占掉别人的学分数 而且学生会说我为什么修别人都要两学分 修你的片面是四学分 而且只能算一群 所以我们就又花了几年 怎么样把这样的结构缩小化 再加上USR计划的出现 我们后来也花了一两年就把它转化成整合加实践 所以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至少要两个老师以上 那它的个程结构一定要包含自主学习跟行动实践 所以只要你能规划这样的课程 有这样的教师群出来 就可以在这里开课 所以我常跟老师说 有些结构 你要说服学校投资 你必须有一些具体的实践过程 成果要买出来 学生的成果一定要是公开的 这样的方式 第一个是让他学习成果被看到 像我们如果是全校长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回馈的表单 不管多少 那这些表单又会贴到群主里 那你可以看到 搞不好在班上好像没什么 你只是被秀出来而已 可是有一天你会看到 诶 有你肯定了你的一些表现 那这个是你要去争取的 所以激励机制是 这也是学习动机的可能 把学生的潜力跟未来可能拉出来 当我以前的学生是在一楼 所以我知道我努力这里 他会到四楼 可是如果当我发现他在地下室一楼 我今天能先把他拉到一楼这个水准 我已经进了我把他拉拔上来的 然后这时候他能够再上来 那是最好的 所以你如果先把他拉到 他是一个跟别人起始点一样的自信 我觉得就够了啦 所以说 我现在不把他拉到一楼 我真的不敢打开 所以我们要在一楼 里面就要整个人